跟柠檬去掉薄薄一層外皮 保留白色的内皮 本来那个内皮是不保留的 为什么不好吃 内皮色色的 但是你发烧你不保留就不行 它就没效 你肯定要保留的 你把橙子跟柠檬薄薄的削掉一层外皮 保留厚厚的一层 那个内皮是厚的 白色的 那个要保留下来了 那把橙子柠檬 我们用分离式炸鸡来炸原汁 用这个炸 然后准备葡萄25粒 葡萄 第一个 请记得细节很关键 你千万不要拉 本人不拉一尾 怎么可以拉呢 不可以拉的 记得 葡萄一拉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它破皮了 你洗葡萄的时候呢 水中湿皮好干燥 一定肮脏 一定肮脏 水中的细菌就从葡萄的破皮 进入到葡萄肉了 你没想到这个点 你那葡萄被污染到了 为什么 因为拉了 你破洞了 葡萄不能拉的 葡萄是用剪的 用剪的 从地头剪下来 用牙膏去洗 你有安全的清洁剂当然好 你假设买不到蔬果清洁剂 你用牙膏也行 对不对 牙膏能刷牙它就是安全 牙膏把它搓洗完之后呢 你假设有机葡萄 就连皮 连肉连脂用 你假设不是有机葡萄 有些农药不好洗 你就把皮给去掉 把皮给去 然后千万不要买 没有脂的葡萄 很多人看五脂葡萄 他就高兴了 他就特别买五脂葡萄 为什么他会五脂 肯定是基因改造 对不对 天地间 不管是植物动物 它都要传宗接代的 葡萄也是要传宗接代的 人类为了吃的方便 不兔子的方便 他故意让它不生死 你故意让葡萄不能传宗接代 你说他们有怨气 他有怨气 他肯定有怨气的 你吃进去之后 他在体内做怪的 你让他五脂 他也让你五脂的 你要不相信他王牧 王牧师吃坚营改造食品 有一个最大危机 是不孕症 王牧山有写的 不孕症 对不对 你让他五脂 他报复你的 也让你没有后代的 所以千万记得 不能吃五脂的橙 不能吃五脂的葡萄 千万别吃 你要相信的 这一点你要相信的 我现在在讲一件事 跟全素有关的 跟素食有关的 大家可能 这方法你听听就算了 你就当我没讲就好 我为什么坚持吃素 我太清楚了 我在南坎那边 我曾经收留一个二几岁的 将近三十岁的 一个马歇的女孩子 也是癌症的 我们早上带去做自发工 很远 我们南坎上自发工很远的 我们有一个人 有一个那个 我们请的人 开车送上去的 自发工 只有那个大学友在教自发工 早上 回到家很奇怪 他开始自发工了 眼睛闭起来画什么 画像日葵画三张 我们在旁边看得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眼睛不看能够画像日葵 冥冥之中有神灵啊 我们害怕了 我们正害怕了 起鸡皮疙瘩 我们看他画 眼睛闭起来画 像日葵很细的 那东西的 画三张 连画三张 我们旁边看了木镇口袋 起鸡皮疙瘩 一个月我送他去机场 我送他回去 我想 我想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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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日葵 我要领一张下来 我跟他讲说 你相日葵那个 能不能给我一张 他很大方 他给我一张 给我一张 我放在旁边的坐垫上 我送他上飞机之后呢 我就开回家了 金郎那一张是不翼而归 不翼而归 我怎么找都找得到 我是直接开到家 我怎么找都找得到 我心中有底了 千里间一定有神明 我心里头有 一定有神明 我讲一件事你就明白了 芝麻种子 掉在地上长芝麻 橘子种子 掉在地上长橘子 对不对 好 人类过十年 百年千年万年 人类的科学一定更均过 但我可以保证一件事 永远人类做不出一颗芝麻种子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 你永远做不出 因为什么 那是神的机械 人类是跨越不过去的 无法跨越的 这个界限是无法跨越的 因为那叫生命 生命只有神能创造 人类是创造不出来的 永远永远 因此我回到主题 为什么我不吃鱼肉 为什么上来餐桌 人家吃我嘴不馋 我害怕 为什么呢 这些鸡鸭儿猪牛羊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灵魂的 它被宰杀以为怨气呢 有的 它是有怨气的 它是冤魂不散的 它要向谁报复 第一个要报复宰它的 第二个报复是吃它的 它不会让你丧命 不会的 它让你不舒服是简单的 这里酸 这里痛 这里长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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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真生 又怎样 这个它是做得到的 它有这个本事的 它有这个本事的 它不会让你丧命的 那你不舒服它做得到的 我讲这个你可以不用信我 我说你当我没讲就行 但是呢 我是坚信不疑 我是坚信不疑的 为什么 我全身很舒服 没有人找我 我不吃汤 那我找我 没有人找我 我全身非常舒服 我没有上到 我很相信 我用这个鼓励谁 独立到的知数 独立知数 出事 吃素好处多多的 对不对 它叫题外道 我就不讲了 还是回到主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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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